你知道冰淇淋其实也可以变身成铁观音 加盐沙士等创意的口味吗 在饶和夜市里面就有一间意识首创冰淇淋 把平常相当少见的口味加到了冰淇淋里头 创造出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新滋味哦 3 2 1 Action 这回镜头前面的可不是演员在做戏 而是一杯杯口味独特的创意冰淇淋 打着卖冰拍电影的口号 这幕后的推手就是国片新锐导演洪陈昌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冰淇淋 尤其小时候有一个对冰淇淋有一种幸福的幻想 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来卖冰淇淋 来筹一点钱拍电影 为了要累积雄厚的资金实力拍电影 老板把拍戏的创意和用心都发挥在冰品上头 例如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老板就强调不加任何一滴水 绝对原汁原味 经过进口制冰机运作之后 为了要防止融化 还得抢时间赶快送进冰库 而完成的西瓜冰淇淋 滋味清甜凉爽 简直就比直接吃西瓜还要过瘾 就很清爽 然后很香甜 就是很适合夏天吃 就是很清爽 就像在喝西瓜汁一样 不过冰淇淋好吃还不够 洪陈昌了解要做出市场区格性 还要有特殊口味来加持 像是这一款铁观音口味的冰淇淋 还真的是以茶叶为食材 不只看得见茶叶细末点缀其中 每一口吃下更是有着浓浓的茶香 在入口以后回甘 炎炎夏日想要知道 哪里还有好吃又消暑的冰品吗